你怀孕有养成什么习惯吗? 我有呢,我养成了每一天投资健康的习惯, 这时候的我月24周,从备孕开始到现在没有停止过, 坚持养生系列全身调理,我们平时每一天吃得好, 但是不代表吃得健康,吃的都是嘴巴想吃的, 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,细胞需要的营养, 免疫系统需要的营养,肚子里宝宝需要的营养, 我们却忽略了,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比较健康的, 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,身体的机能越来越差, 身体也逐渐老化,所以我们要每一天提升健康, 这些食品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呢? 为什么我从备孕开始就吃呢? 为什么怀孕的我坚持在吃呢? 那你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, 第一全身调理里面,全都是很珍贵的成分, 有东虫下草,巴西蘑菇,西洋参,仙人掌,玫瑰等等, 你知道吗?这些珍贵成分得来不易, 比如人参要七到八年以上,才会有丰富的人参灶带, 才有最高的营养价值, 仙人掌果实需要三到四年才开花结果, 采收十七长,成本自然高, 黑枸杞生长在海拔八千八百到九千八百英尺的高原上面, 而且整棵黑枸杞树都长满了刺, 采摘过程真的太不容易了, 东虫下草有四百多种, 真正有营养价值的只有十种, 而且在中药店都价格不菲, 这些都是我们平时没有机会吃到的植物, 全身调理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轻松吃到这些珍贵的植物成分, 第二全身调理它有效是因为植物成分的浓缩度, 比如镇叶樱桃浓缩了十七倍, 罗汉果浓缩了九倍, 万寿果浓缩了十二倍, 菠菜浓缩了二十倍, 我们到菜市场买新鲜的蔬菜水果都不便宜, 一小盒Cherry250克就要二十多令吉, 250克只有几粒, 全身调理里面的Cherry真叶樱桃浓缩了十七倍, 还没算其他的成分呢, 仙人掌果实、玫瑰、蔓越莓等等, 全身调理真的是物超所值, 第三全身调理的价值在于它们的包装, 好的包装才可以完整保留里面的营养, 你是不是以为包装是普通牛奶盒呢? 跟普通牛奶盒子完全不同, 盒子是用一批PAKGL薄膜型, 是由日本TOP尼加很出名的公司制造而成, 盒子内外一共有五层, 最里面那层是完全密封的, 所以细菌透不进去, 就无需添加防腐剂, 完整保留了蔬菜水果的营养。 第四全身调理的价值在于产品安全方面, 始终追求卓越质量, 从原料到包装都通过两千多种安全检测, 符合食品安全的最高标准,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是我运期首选的吗? 欢迎联系我了解更多。